你其实挺好奇的 因为你对心理健康心理疾病这方面 有非常高的热情 就是这种热情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和你个人的经历有关吗 有的跟我的个人经历有关系 我觉得首先是因为我觉得我是 我一开始就是 我觉得第一次让我觉得心理健康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本科的时候 我本科的时候患上了一种病 当然这个病是没有DSM 就是没有什么医学的根据的 这个病是徐凯文老师提出的一个概念 叫做空心病 我不知道有多少的 就是在看这个节目的多少人 就是有过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感觉自己找不到自我价值感 觉得人生没有意义这样子 其实我问过很多的 我身边的就是现在在留学的留学生们 他们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然后很多大学生们 其实也面临这样的一个生存危机吧 可以叫existential crisis 可以这么说 我本科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空心病 或者生存危机 我是觉得刚进本科 我不知道我想要做什么 我不知道以后的我的路去哪里 然后呢我也不知道我以后能够为这个社会做些什么事情 这就是我当时的空心病 我当时非常难受 然后非常难过 我那时候的生活状态就是说每天都在哭 也不知道在哭什么 然后每天都非常的压抑 我也觉得这个是觉得这个世界非常的黑暗 然后我本身有很长很长的一段这样的一个时间 而且我也那个时间 那个时候空心病严重的时候 可能就是断绝了和所有人的来往 就想自己把自己就是shelter在一个小壳里面吧 就是乌龟躲起来感觉 小壳里面就不希望跟很多人来往 就非常的厌世这样的一个状态 就持续了很久 然后当时我也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突然有一天我觉得那样的状态不行 我觉得那样的状态不行 我就想做一些改变 然后现在回想起来那种突然那种灵光一闪 可能也是一个privilege 因为有些人可能他在黑暗中 他可能很多时候也没有办法灵光一闪 但是我那个时候确实就好像上天给了我一个雷 就给我打了一个雷 然后突然劈到我了 然后就突然开窍了 自己清醒了 对对对对 然后就突然有一天 就脑海中突然有了一个想法 就是说不行我得自救 我得把自己从这个黑暗中给救出来 所以从本科开始也 我大二开始吧 我就现在我就有那种心理健康的一个意识 我就会有意识的去寻找心理健康相关的资源 然后有意识的去让自己慢慢的变好 就通过时间让自己慢慢的变好 我后来通过自己的 我通过自己的research 我发现有一条好像对抑郁患者特别的有用 然后呢因为我当时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抑郁症 也非常就是也有那种污名化那种存在 也不希望去找医生 想要证明自己有抑郁症这样的一个感觉 就污名化就想自己扛过去 但是我现在想要跟他说不要扛 就是真的很很危险很危险就差没了 对对对 有些时候会觉得抑郁症是什么软弱的表现 或者是人格缺陷这样 但是其实这个是不太对的想法 对对对 在这边就是要问如果有人要看到 就是如果你以前也有这么一段情况的话 如果你现在也有这么一段情况的话 千万不要学我 真的不是什么科学的方法 当时因为无知嘛 无知就会用不科学的方法去对待 就是抑郁情绪 我当时就是很很就是 我当时就是非常的就是重度抑郁症状的 我几乎十条中能中八条那种样子 我自己有对过 但是我一直都不敢去确诊 就不敢不敢去找心理医生 就不敢去找psychologist 然后我就自己真的就是通过网上搜索那一些什么 psychology today啊 什么psych central啊 这些就是自救的那些网站 然后去搜啊 how to cope with my depressive symptoms 然后呢 我真的就找到了一条 他说当你无私的去奉献的时候 当你give without any expectation的时候 当你每一天都有一个两个的random act of kindness的时候 你会觉得你的生活不一样 然后我当时有那么多条coping mechanism 我就是这一条这几条就是击中了我 然后我就看到之后 我就想OK那why don't I try it 然后我当时就是看完这些东西 我就觉得我现在觉得我好像有空心病 我觉得我好像抑郁 就是我当时的抑郁症状很严重 但是我现在不能说 我现在不能说我本科得了抑郁症 因为我真的就没有那个诊断 所以可能我自己的诊断也是错的嘛 但是我当时就是有很严有状的抑郁症状 然后呢 我就看到了那几条自救的小贴士 然后我决定的干了一件事情 就是说在我学习之外的时间 我都用来去做工艺 我现在的这样的一个lifestyle 也是我本科最惨的时候 培养起来的 我当时就是我每一天 就是我每一个学期都是那种 full cost load full cost load的情况下 但是国外大学是这个样子 你可能一天有一门课 或者两门课 然后之后的时间都是你自己安排的 然后我可能就是每一天都是 先去上学 然后去上班 然后去做工艺 这么一个情况就可能我早 有早课早晨九点到十二点有一个课 然后下午时间都是空着 那我下午时间就去上班赚点零花钱 然后上完班之后 我晚上时间就去做工艺 然后呢 我在我就因为本科这样的一个lifestyle 我本科的时候就那么忙的情况下 我都可以做将近两千个小时的一个工艺 就是真的有就是paper record就记录下来的 然后也因为这样的一个生活习惯 把我从重度抑郁症状的一个深渊 或者是空心病的这么一个黑暗的深渊中 就是慢慢慢慢的转出来 但是这个东西不是一蹴而就的 它是很艰难很漫长的一个过程 假如我现在回想起来还蛮后患 假如有那么一个瞬间 我真的就是撑不下去了 我可能现在就真的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对 但是我就是那个时候也不知道哪里 哪里来的那股性 就是可能自己有了这个心理健康 这个意识之后啊 然后呢就想要自救 然后呢也知道 有suicide prevention可以 那个hotline可以去打 可以去打那个mental health 然后这些东西都让我 都是让我支持 支撑下去的一个就是原因之一吧 然后我就慢慢的状态就慢慢变好 然后后来就是本科刚毕业 就申请了研究生 然后就去就是我本科是在多伦多 然后研究生就去纽约读了 然后在纽约的时候 我也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 不开心的一段时间 因为就是刚从一个地方状态好一点 又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然后又不行了 就是就是心理健康有一种 就是有一个时期叫relapse嘛 就你刚好一点 然后可能又回去了 刚好一点又回 然后那个时间段 就是在纽约的时候也是刚好 就是那时候是我在多伦多的情况下 刚好一点的时候 然后突然又去了纽约 那么新的一个地方 然后的心理健康状态 遇到了一点事情 就是又回去了 然后又回去了之后呢 我也花了很久的时间 把我自己从纽约那种不好的 那个情况中拽出来 然后拽了好几年 我现在可以说 直到现在的我 我觉得我才是真的 差不多看不得差不多的人 你想想看 我本科到现在已经多久了 已经七八年了 八年的时间 我把自己 就是我花了整整八年的时间 把自己从一个空心病的 然后一个重度抑郁症状的一个状态 然后呢到现在什么一个状态 然后很多人看到我 他们就觉得 哇我看到你 我觉得你非常阳光 非常high energy 真的没有想到 你原来这么悲惨 我说惨的事情多的 所以慢慢说 对 然后他们就 然后很多病友吧 可以这么说 就是我身边有一些朋友 他有就是被确诊 是抑郁症 然后有被确诊 是可能造愈症 或者是变远型人格 这些 这些就是diagnosis 然后他们看到我之后 他们也觉得 他们的人生 有了一个希望 毕竟我自己 虽然我当时没有diagnosis 但我那时候的情形确实也挺严重的 但是我可以 就是真的咬咬牙坚持的过来 那他们觉得他们现在有 就是医生在帮助他们 心理学家在帮助他们 然后呢 psychiatrist在帮助他们 那有那么多帮助 他们也可以好了起来 所以对他们 就是他们看到我这么一个活生生例子 他们觉得对他们的那个 那个recovery 其实也满就是 也满有用的吧 然后我以前的按住也有看过 因为我这些东西 我全都毫不避讳的 在我的各大就是social media 去谈过这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心理健康 不应该是一个无名化的东西 它是一个每个人都要去关注的一件事情 而且我并不觉得我以前有这些 非常就是 我不睡很 就是怎么说 就是非常悲惨的一个经历 是一件非常不光彩的事情 我觉得这是一个勇士的scar 勇士的一个伤疤 然后他提醒着我 哎我这么努力 然后我这么勇敢的撑了过来 那以后我一定所向披靡了 就是这种 过去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然后我的一些 我过去的一些按住 看到我的story 他们也会想要来跟我 就是聊一聊 我是怎么去当时一个人撑下来的 我说可能我当时比较幸运 就是我自己虽然有很多的 当时有非常情绪问题 非常多的情绪问题 非常多的一些心理问题 但是我幸运的一点就是说 我当时的学习 还有工作 还有公益 都做得很好 而且都得到了相关人士的一个赏识 就比如说我被我的老板赏识 我被我的 就是当时做公益的头头赏识 就是superwide的赏识 然后我被我当时的教授赏识 可能就是这些人的善意 然后呢才让我可以支撑到现在 所以我现在还是forever grateful 就是真的就永远都记住这些 等于说救命恩人吧 可以怎么说 天命中的贵人 对对对对对 然后在 在我最难受的时候 就是可以给我一束光 然后给我足够的认可 然后支持 然后让我一直走到现在 我本科毕业了 毕业之后呢 然后去读了研 读研之后呢 然后去做了心理咨询 然后这样的一点点人生轨迹 就好像一点点都没有塌掉 但是你说我的心是不是塌过一次 然后又重新组起来 是我的心可能就是塌过了 然后最后就东西西走东西西走 哎呀好像就又组了一个心起来 然后就好像还蛮好用的 还蛮适用的 然后呢大家都算了 哎这个心好像蛮好用的蛮适用的 然后做了一个公益项目 然后呢大家都来加入了 对我觉得就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吧 反正我觉得人生还是蛮有意思的 而且也因为经历了这些东西 我觉得人生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就更加能够看开这个人生 这个我也非常认同 而且我觉得很多听我们节目的观众 应该都是有助学背景啊 然后在国外生活 或者是在异国他乡生活 至少是 所以我觉得这种比较难提到 你从多人多到纽约的环境转换 这种其实很容易触发人的 我说抑郁情况吧 就是忧伤的心理肯定是的 朋友也是新的 社会也是新的 然后听着你讲 我就想起我以前 刚来到国外读书的时候 就那种也是悲惨经历 我倒不觉得我自己是抑郁了 但是肯定有情绪很不好的时候 而且只能自己处理的时候 我觉得像这种时候 要是当时能知道有这个 for a speaker space那样的组织 可能就会好很多吧 所以我觉得 现在能够有这样的组织 能够给很多的学生朋友也好 然后工作的人也好来用 真的还是蛮好的 做的这个事情真的特别有意义 非常感谢 其实也是就是我自己感觉 受到了上帝的 就是我不是一个信教的人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神之手 就是推着我往前走 然后每次在我真的快要不行的时候 就有一个突然的一个 雷劈中我 然后就让我 不停的就被雷劈了好几次 然后就让我不停的往前走 然后不停的往前走 然后就扭了现在的一个 for a speaker space 还是就是把自己曾经的好运 自己曾经的一些运气 分享给所有需要这个运气的人 可以这么说 不停的往前走 不停的往前走